这个贺锦丽跟川普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辩论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大概是小胜川普 那民进不是民进党民主党 提名大会现在其实感觉起来 好像四天的这个全代会下来 并没有办法有效拉抬贺锦丽的选情 那他现在是以50%的支持度 大概略胜这个川普四个百分点 那就连这个川普的白宫前发言人 现在都倒戈 反而来支持贺锦丽 我们来听听看 我看到他当中的镜头离开 后面关闭着 川普怀响他的支持者 他叫他们床居住者 在医院训练 当中的镜头离开 当中的镜头离开 他惹怒了镜头离开 他不是在镜头离开 他没有怀疑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没有依靠到真实 对这样的倒戈可能对于川普来说的话 也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看贺锦丽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9月10号得要好好表现 所以她说现在专注于在找激怒川普的方法 可能想要借此来影响在辩论会场上川普的表现 那再来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 现在他其实有一个等于是两次的辩论模拟 上个月至少准备了两次 还有一小群的顾问在为他做这个辩论的准备 因为等于是他第一次跟川普正面交锋 所以到底这个成败如何 就像上次这个拜登一辩论完之后 哇民调如山倒 所以恐怕这一次也是让民主党特别重视的一大原因 那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提到了 川普跟贺锦丽的竞选活动已经准备好到11月5号 来进之前来进行最后的冲刺 那还有现在这个贺锦丽的成判 人家讲说恐怕加萨也是一大问题 哈马斯在杀一名美国的人质 那白宫时间他们在31号的时候证实 的确是有发现一句 就是美国23岁公民的一个遗体 那就其实布林肯就说 这其实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心碎 为此感到遗憾 与哈马斯之间释放人质的协议迫在眉睫 也会继续为此努力 但是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这个就是拜登造成的一个后果 美籍人质其实在这个罹难之前 他的家属还为贺锦丽有站台 但是没想到是发生这样子一个 让人遗憾的结果 那川普甚至还po文 这就是这个贺锦丽跟拜登 这个狡猾的拜登跟贺锦丽 都是糟糕的领导人 而且你们代表的就是领导力缺乏 才会让这样的恐怖分子 能够占领美国生活 那还有很多的人 就是很多选民就说 你要是不停止军援以色列的话 我们就不投给你贺锦丽 所以代表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路透社报道 其实根据现在 目前美国本来就是 他每年会提供以色列 大概38亿的美元 但是在加萨爆发冲突之后 美国又额外再提供了65亿 35亿 然后8月13日又再宣布了 200亿美元的军售案 不断在好像在支援以色列军援 所以巴勒斯坦裔的一些人民 他们就觉得说 奇怪了 现在巴勒斯坦人民要的是 美国来结束对于以色列的援助 还有就是结束对于巴勒斯坦的殖民战力 希望得到的是自由跟解放 这才是美国你该去努力做的 而不是一直提供军援给以色列 让这场战争好像没了没完的 那美国现在也救不了纳坦亚胡 因为感觉上面 现在纳坦亚胡自己本身在以色列里头 内部都搞不定了 那这个人质的遗体已经爆发了 很大的这个民意上的反弹 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的首都 涌出了10万人抗议 扬言要全面的罢工 那他们讲说在9月2号的时候 会全面罢工一天 来施压纳坦亚胡 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特拉维夫周日甚至有30万人上街 示威者还爬上了公车 戴着纳坦亚胡的面具大喊 就说你是元首你该被怪罪 这个警察你们保护那些人真是可耻 所以开启这个 现在目前以色列内部的一个对立 他们大规模的抗议 甚至要纳坦亚胡立刻辞职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 那这群众现在还突破了封锁线 占据特拉维夫一个重要的高速公路 警方呢是朝着这个群众发射 强力的水柱驱赶 那抗议活动当中 至少有29名的以色列抗议者 后来是被逮捕的 CNN就讲说 以色列的媒体 他们当地媒体报道 纳坦亚胡和他们的国防部长 在8月29号 其实呢 他们自己在会议上面也爆发冲突 主要就是两人对于废城走廊 这一个事情呢 观点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这以哈廷火谈派的主要真结点 两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现在有一些报道也证实 的确现在以色列自己本身 房长跟这个纳坦亚胡 大家的甚至国安部长 这个所有的人好像一人一把号 感觉上面都并没有交集 所以这个也使得 现在目前以色列内部 就像很多的人民站上街头 喊着要纳坦亚胡下台 希望让这个以色列 不要再继续在这个战争 烽火的最前端了 这个时候播出那个 川普的前发言人 这个其实可能是发言团队的 或怎么样 我倒没有对他没有什么记忆 对 那他这个演讲是在这个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里面 因为开了很多天 这里面有很多共和党人去讲 都是那些都是跳船的 还有就是投诚的 就是说属于那种投诚者很多 所以他只是其中一个 还有很多什么原来共和党的市长 共和党的什么 很多都投诚了 然后到这里面去都有演讲 所以就是 美国也没有特别报道 因为这个双方都喜欢这样 不过民主党这一次 因为要加强对川普的 这个个人的仇 人设的这种仇恨 就特别找了很多民主党人 上去演讲 共和党的演讲 尤其他过去的 他的这些 还跟过他的 那这个 这个现在美国选情 真的是报道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党派性 美国的媒体 我从来没有看到 那个媒体的立场 在选业里面已经变成助选员的媒体蛮多的 基本上我看有很多 跟台湾学习 对 基本上算助选的一部分 所以呢 那所以这些一切都有待参考 因为我就在观察8月29号的时候 其实贺锦丽跟他的副手 Tim Waltz 他们一起联媒 两个人坐在那边 接受了这个CNN的一个多小时专访 然后这个专访完了以后 很多媒体都没有怎么报道 那我认为很难报道 因为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 然后他的经济叫什么 opportunity economy 机会经济 这机会 机会经济 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是什么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贺锦丽的最大问题 还是就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 试任他将来的那个兼具的工作 那这个就要看9月10号的第一场辩论 那第二场辩论是10月1号 两个副手辩论 川普说 我们还有在要求啊 就是说还要在家场 我要跟那个贺锦丽 可是他们都不敢接 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我认为9月10号蛮关键 因为他们说要激怒川普 其实上一次拜登就要激怒川普 可是你看川普事实上他是不上当的 所以我觉得光是说要激怒川普 拿他的一审判决出来念 那出来 可是问题就 问题就是川普不上当 回过头来 像贺锦丽在川普面前 川普常常就说 我真的不晓得他到底是谁 怎么突然冒出来贺锦丽 我本来跟川普 我本来拜登打得还比较有趣 这个人我真的不了解他 所以我们就等9月10号吧 提到了爱魂条约 好像要挑起这个中俄之间的矛盾 结果俄罗斯回应了莱清德 俄罗斯怎么呛他呢 他们的官方用狗肺来形容赖清德 说你被美国人煽动啊 肆意吠叫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讲说啊 提及2001年7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 慕林友好合作条约 该条约已经明定相互放弃对方任何领土要求 2004年10月的时候 中俄又签署中俄边界这个东段补充协定啊 俄罗斯的讲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当局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 期盼台湾在看待涉外事物的时候 不要太高估自己 这个是扎哈罗娃的一番这个回应 那扎哈罗娃甚至还讲说 赖清德叫做边缘政治人物的看法 莫斯科其实并不在意 这一番这个呛声啊 真的是面子都掉了 这个赖清德现在显然这个对于绿营来说 颜面扫地啊 但是呢绿营的媒体告诉你的是另外一番话 他们讲说外媒都引发了国际的回响 外媒比方说像英国电讯报 就说大部分的俄军部队都已经投入了乌克兰的战场 就目前这个大陆的军力是可以收复被俄罗斯吞并的大片领土的 甚至还有这样的一番话 所以让大家觉得也挺奥妙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自由时报还讲说 法国学者高格福说出真相的总是会赢 那其实高格福大概也是好像有点出口转内销 本来就是清律学者 但是呢这样子报道完之后就感觉 法国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这是其实绿营媒体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如果这个赖清德现在颜面扫地的话 我们制作单位也非常贴心的 就是替他想了一想 怎么样赖清德的这个洗敌人心 才能够维护住尊严呢 首先先跟俄罗斯可以叫板 比方说断绝一切经贸王 我们不买天然气了 再也不买了一点都不买了 然后哪怕我们自己就是天然气不够 坚持不买 那或者是说寄出制裁 比方说据买福特加 去看马沙羽熊 种种啊就是我们要强硬起来 才能够维护赖清德的面子 或者是说呢找美国爸爸帮忙 就是给那个北极熊欺负了 是不是你美国爸爸帮我们出个气 或者是说你更硬气一点啊 你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宣布啊宣战啊你干嘛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要回颜面 或者是最后一张大绝招 青鸟飞出来了 现在青鸟包围客宫或是青鸟直接到西伯利亚去 跟这个北极熊教板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才能够维护住赖清德的颜面呢 这是以上制作单位提供给赖清德的一些小小建议 那再来这时候赖清德讲这一番话 难道是为了要讨好美国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最近日本的智库就发现到说 他们从卫星的图像看 俄罗斯今年7月底的时候 前所未有的允许 就是其他这个别国的部队 进驻到他们高机密的阿纳德尔空军基地 那画面上面有拍到说 像是这个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 还有运20的运输机 这些这个大陆的军机也都在这个基地起飞 那两架的大陆轰炸机 以及这个俄罗斯的军机 都从阿拉斯加海岸附近起飞 进行了联合的任务 这是不是一种回应呢 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的门口 就日韩等于说在你家门口驻军 那现在解放军也可以这个如法炮制 就从跟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 直接从他的机密的基地来做一些起降 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回应了 美国你到我家门口驻军的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看一下埃及跟土耳其 好像也更靠向中国大陆了 现在目前土耳其已经正式申请了 参与金砖国家 彭博社讲说这个消息 要加入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 土耳其讲说其实加入金砖国家 他可以改善呢 他跟大陆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合作 并且成为欧盟跟亚洲之间的贸易渠道 那当然看到了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反应 是不一样的 毛宁有说这个金砖国家 是新兴市场中 这个市场国家跟发展中国家 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中方愿意跟其他金砖国家一起 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这样的一个金砖精神 所以是欢迎这个土耳其的加入 但是欧盟呢他们是讲说 就算你去加入金砖 你仍然是我们的欧盟候选国 好像态度上面又不太一致了 那目前我们看起来除了土耳其之外 埃及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非洲 然后中亚东欧之间的一个交汇点 那土耳其这边跟这个中国大陆 也有更接近的一个 等于说算是合作 运二时跑到了埃及的航展飞行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一边来跟大家说明 就尖时也来了 运二时也来 在9月3号的时候 埃及的航展这是第一届 他们在埃及的滨海城市阿拉曼开幕 那包含了这个运二时 还有八一飞行表演队 都应邀参与了这一次的航展 然后并且在这个航展当中 展开了这个精彩的飞行演出 那埃及的总理就提到了 现在这埃中建交以来啊 双方关系不断的发展 现在政治经济这些领域的合作都成果非常的丰硕 也期待跟中方实施更多的合作项目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说埃及或者是说土耳其 这两国的战略位置相对重要 因为就是衔接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这几大洲的一个衔接点 那其实他们现在看起来态度上面 更加的转向中国大陆 跟美国的距离反而越走越远 以现在赖清德这个身份 他被一个世界大国的外交部发言说 说他形容他是在狗废 就是骂他是狗 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外交部 还能够坐得住吗 那这是严重的侮辱啊 对 而且是以赖清德身份来讲的话 这是对我们也是几种严重的侮辱 他这个外交部门都在睡觉 对不对 而且把他形容为边缘 边缘政治人物的看法 不管我们对他什么意见 可是我们不能接受 就是以他今天身份 被人家形容成一个边缘政治人物 对不对 所以他要有反应 这个你不反应你就是承认 国际上就变成你不反应你就是承认 所以你是承认你是狗吗 你是承认我们是 我们他自己是个边缘政治人物 对不对 你可以接受我们还不能接受 那你要有所反应 你养那么多这些 那些你那些人干嘛 你讲这句话 自取其辱搞到这个样子 可是你也不能被侮辱以后 你也不做反应 对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 你今天那个身份 我是提醒他们 不要被人家侮辱 还做什么 还用别人的 用那些不晓得什么 法国什么学者没听过的 出来讲几句话 你以为当内宣 这是涉外事件 这是跟你的外在形象有的 然后人家将来 这个扎他的话 我说他是狗叫 他也没有否认 他就接受了 他承认他自己就是那个 所以我觉得 有一些 这些 我们实在看不太下去 这个 你知道以他的身份 担心的身份 失言是很严重的事 一言以上邦 一言主以上邦 他到现在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这个自觉 讲出这句话 显示他的无知以外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对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俄罗斯警告他 警告台湾 你都无动于衷 对 怎么会突然搞成这个 你随便乱讲话 搞到人家那个外交部发言人 这样子讲你 对 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是对你代表那个位置 我们觉得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 而且你就坐那边 怎么讲 拓面自干 你现在身份不能让你拓面自干 你有代表性 对 要赶快叫你的 这个负责官员出来 要反应 不要坐那边 被骂了 被骂了就跟 就跟 就 屁都不敢坑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我觉得 这个 太令人意外 也太令人 怎么讲的 就是说 讲出这种话 令人意外 然后呢 居然用这种 无反应方式 就这样 就没事 这种事情 真的 我觉得 真的有点 真的是 怎么讲的 真的蛮堕落的 蛮堕落的 简直快屏不下去了 真的 真的很堕落 我觉得这个太堕落了 丢了我们大家的脸 已经受到了三面包夹 现在目前的这个战术上面 我们来为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乌克兰 他们的军校遭到俄罗斯的 飞弹空袭 是在这个波塔瓦这个地方 波塔瓦 我们先把它圈起来 那目前已知已经造成了 51死271伤 那泽伦斯基就说 这是俄罗斯败类 要为这次的攻击 负起责任 那当然是他 这个乌克兰 非常的愤怒 可是 这个俄罗斯的战略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这红军村的位置 现在这边是盾内刺客 红军村在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波塔瓦 等于是在他的这个西边 然后哈尔科夫呢 这里也有一些 这个雷霆袭击 所以这边是来自于 北边的攻击 西边的攻击 以及乌冬的攻击 乌冬的攻击 现在目前俄罗斯续攻 乌冬啊 来占领领土 那他们讲说 在敦巴斯地区的攻势 现在大概是推进 200或是300米 任何的领土 大概是用这个平方公里来计算 所以持续快速的推进 等于说是这个 三面夹击的一个态势 目前这边是这个红军村 那红军村呢 它其实本身的名字就叫做 波克罗夫斯克 目前因为呢 就是当这个三面包夹 过来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些乌克兰人 他们在挖掘战壕 并且准备可能要告别 红军村了 因为现在距离只剩下 不到5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三面包夹 恐怕这个红军村 红军城 有两种讲法 红军城或是红军村 恐怕就快要被 这个俄罗斯拿下来 一旦拿下来之后 这边就是聂伯和 以东的大乌冬 恐怕就已经没有 这样的一个据点 可以让他们可以 防守抵抗俄罗斯了 是不是整个大乌冬 就都会沦陷了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普京也向这个外界来展示说 他好像在这一场战争上面 的一个从容 他甚至还跟这个 孩子们就去到 俄罗斯的一个活动 来讲说他当时 为什么会从事情报工作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泽伦斯基当然 现在也承认了 目前在遇到了困境 他说乌冬地区呢 其实特别是这一个 红军村的附近 俄罗斯军队过去两天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进展 但是的确已经让他们 好像遇到了一个困境 感觉上面 面对到了包夹 所以感觉这个整个 俄罗斯的扫荡乌冬速度 比他的预期来得更快 另外呢看看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媒体提到了 现在俄军使用的雷霆E-1 这种混合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这个东北部的大臣哈尔科夫 这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最大的射程是120公里 也显示说呢 这个俄军现在持续在战争当中升级他的弹药设备 他可以从这个北面 这样子打下来 是比较远距离的这个打法 然后打这个波塔瓦呢 可以吸引一些红军村的乌军过去 让他们可以持续在乌东这边推进过来 拿下红军村 那目前这个乌克兰 因为感觉上面战士 好像不如预期 在这个库尔斯克的 他们攻击俄罗斯的这个位置呢 感觉现在目前俄罗斯也有一些 相对应的反击动作 那他们也得要往回防守 这个哈尔科夫 因此呢 这个乌克兰目前 他们本身有五名的部长 是集体辞职 也就是说他们的内阁 已经有三分之一悬控 政府要进行重大的改组 就连他们的外长库列巴 我们常常在新闻当中看到 他也即将要被截职 那这样子一个 好像这个战斗内阁 全部都空缺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继续这一场战争 恐怕是 泽伦斯基目前很重要的一大课题 那再来北约是不是要拉高这个战局 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 再提供长城的巡异飞弹 那这个美国媒体当然是讲说 这可能会有这个改变战局的局势 因为现在看起来 乌克兰又被包围起来了 又好像站在比较劣势的这一面 那巡异飞弹能够让他 转手为攻吗 能够守得住这个红军村吗 恐怕还有待观察 那现在泽伦斯基甚至还往这个加拿大去搬救兵 希望加拿大能够提供一些防空系统 装甲车来授权乌军来使用西方的武器 等于说已经找到了加拿大这边都来帮帮忙 因为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已经不太愿意再提供新一波的军援 那波兰呢他甚至军费还创下新高 因为他就在这个乌克兰的隔壁嘛 现在这个全球的军工业通通都涌入了波兰最新的防空展 希望能够抢订单 因为波兰生怕如果一旦乌克兰大乌冬整个失守的话 是不是下一步可能会朝向波兰 所以波兰现在也在提高警觉 要做好他的一些国防准备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这个其实你现在这个等于说内外交迫情况下 真的感觉上这个乌克兰不晓得还能春多久 这个外面的军情这个告急 内部呢又在那边整肃 有的部长不是被换 有的是自己请辞 那这个就不就跳船了吗 你这个部长是位高权重 好处又很多 怎么都请辞不干了呢 是不是想要赶快就 可能像我们国内某人一样 他这个儿子孙子已经先到美国了 他是不是自己还没去 也干脆辞职以后一起到国外去 所以这个都是很不好的迹象 我觉得迹象现在比解释还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媒体 西方的媒体 是硬撑住乌克兰了 对 那乌克兰这个现在感觉像这个国家有点像 就是说一项吸毒的 他在毒瘾发作之前 这个全身又是流鼻涕 又是流流 又是好发抖的 这个好 毒品一打下去 他又精神百倍 这毒品就是美国的金元跟军元 这个战争 美国的金元跟金元断一天 这个战争就打不下去了 这个战争打的还有什么意思 对 然后自己的国土老百姓 基辅的老百姓又回到这个地铁去躲这个飞弹 躲空袭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乌克兰有说80%的地方供电都有问题 你晚上的电都没有 对 然后冬天快要到了 所以这个日子是很难过了 那前面你还派军队派了差不多 当初是一万多军队打到俄罗斯的 古尔斯克现在又如何呢 还是那一千平方公里 再吹也是一千平方公里 对 你有打到莫斯科吗 你往前更进一步吗 自己把前面的桥都切断了 就是表示你不愿意往前走 所以这些战略看起来 基本上都是配合美国的选举 我就是说就是配合美国选举 哲伦斯基到底是代表乌克兰的利益 还是代表美国 这个拜登总统的利益 现在已经混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他身边的很多这些部长 也看不下去了 有的人真的就不干了可以吧 对不对 然后不听话的呢 那这种人就把你干 就给你炒鱿鱼的 现在就是外忧内患 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看其实普丁他还是老神在在 他又跑到这个 又跑到这个什么 这个车程也去跑了一趟 对不对 最近又去蒙古 蒙古铺红地毯 然后那个小女生十几个 在那个穿的俄国式的衣服 然后呢 用唱俄文的歌曲来取悦普丁 普丁过得蛮快乐的 到了整个俄罗斯 到了蒙古 蒙古人全部用俄罗斯语在迎接他 对连翻译都不要 所以呢 现在是谁紧张 谁不紧张 对所以这场战争 你如果说听西方的媒体来讲话 哇不得了了 快打莫斯科了 我们国内有些媒体也在误导 我们的老百姓也有这种错觉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 政治人物真的现在 尤其西方政治人物都不讲实话 不讲实话 最后倒霉是自己老百姓 今天美股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难道这是一个美国经济要崩盘的讯号吗 这个美国经济 我们可以从一些指数来看 比方说这个昨天挥达就狂泄了 9.53% 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司法部 有一个传票 就是反垄断的调查的消息一出来 让这个挥达直接应声崩盘 市值蒸发了 这个等于说 2790亿美元 就是相当于台币 8.9兆 非常严重 这创下美国公司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单日市值的跌幅 那受到美股拖累 当然日股也是重衰了 1200点 这个日韩股市都是如此 那整体来说 韩国的话跌幅超过3% 那日经225指数狂杀了1200点 跌幅也是3% 是8月5号以来暴跌幅度最大的 那我们同样 台股今天也是受到了波及 跌到999点 创下史上第三大跌点 台积电是跌了51元 收在889元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成交量扩张到7.8万张 很多人讲说 感觉好像是一个AI 是不是要泡沫化或是逆风的消息 让市场出现了一些不安的情绪 反映在这个股市的这个暴跌上头 那我们看这个刘德英 其实也有提到 他说真的不要被青中或是青美给框住 他出席了这个金发会的顾问会议 他说 其实呢 这个不要被框在这个青中或青美 才是让台湾强大的一个方法 有感而发啦 那美国其实他们自己制造业的指数 已经连五个月的萎缩了 这代表说景气融枯限的50这个数字 它其实已经是低于这一个数字 而且订单跟生产都同步在下滑当中 但是美国还是在击打抗中牌 11月5号就要投票了 但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现在只能拿出抗中牌 就好像就是抗中是他们的唯一绝招 甚至连民主党这一次的一些广告文宣上面 比起共和党还显得更加的抗中 所以是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招了 自己对于自己的经济没有办法救回来 但是却用这个抗中 我只要打击了中国大陆 我的经济就会好了 用这样的方式来跟选民沟通 那你看美国的专家都讲 你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加征关税是没有好处的 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自己伤到自己本身美国的经济 那美国另外一大隐忧就是纳坦雅胡 因为以色列现在抗争的行动还在持续当中 还有很多人除了50万人 甚至有的报道说到70万人上街头之外 另外还有人去包围了纳坦雅胡的住宅 希望能够尽快达成跟哈马斯 停火和释放人职的协议 连续三天的示威要求赶快来平息战争 连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都出来 就说是时候要敲定加萨停火协议了 这一波怒火烧向了纳坦雅胡 纳坦雅胡能够招架得住吗 我们看哈马斯就是上传了6名人职 在生前最后的录影 甚至预告接下来还要放出这6人被处决时的画面 那当然是让大家觉得 就是很替这6名人职感到不舍 不过纳坦雅胡好像没有要停止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讲话还是非常地强硬 我们来听听 好就连华府的智库都讲说 这个人职之死已经把以色列推向崩溃了 的确以色列现在内部大乱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美国这个股灾真的我们也受影响 对不对 我们股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大家都在探究原因 当然就是说NVIDIA带头 NVIDIA事实上前两天它的第二季财报就不好 就已经大家对于就是说所谓AI的这个股的这个价格估值是不是过高 就已经信心就已经有一点点不满了 另外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就刚刚讲的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景气的指数 连续五个月通通是低于五十 而且不是四十九四十八 都是四十六四十七 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接近到四十五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就是所谓不景气的 不景气的那个标准 所以就接近不景气的 所以你连续五个月 那没有起色 然后呢在这个低低档徘徊 事实上是很严重的 那再加上美国的初次失业指数人数 那这个月又有点上涨 所以过去拜登每天讲 每天说我的就业非常好 所以我经济是美国最近以来有史以来最好的 天天有史以来最好 但指数不知词 所以再加上好时不时又对NVIDIA 这个前面带着美国股价往前冲的这一支冠军股 你又来个什么反倾销调查 真的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这一次跌的哇一天跌掉这么多点 这个600点吧 对不对 还是这个真的是有点快空前了吧 要去查一查记录 那不过整体来讲 就是说华尔街这些人 大概他们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股价事实上都高估了 所以呢 事实上有一点调节了 不过我跟你讲 怎么跌怎么涨 这些总是有人赚了 最后都在收割这些小股民 小股民是都是最损失最惨重的 所以这个你要怪谁呢 怪就美国 美国不断的在他的经济里面灌水 不断的怎么样 跟他自己只剩下百分之 GDP百分之十的制造业 叫他们去干嘛 叫他们去搞清中或清美 清中或反中 美国最这个整个电子业最大的客户 就是中国大陆天天要用美国 唯一只剩下GDP百分之十的制造业 拿来做政治的工具 你说你不把美国工业 进一步搞产吗 搞光吗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美元相对的很多国家 都不用美元了 美元的需求又比较少 用美元来收割 其他国家经济的状况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俄罗斯的联手 救这些小国家 对不对 让他的国家不会因为 你美国暴力生息 自己的国家的币值 贬得变成币值一样 人家现在就不用美元 对不对 交易也不用美元 就不必卖自己的本币去买美元 就不会被你收割 所以美国有很多伎俩 都被人家看破了 所以你看 这个 如果说你今天 你的美国股价再跌的话 你还怪外界因素的话 那你还做什么世界经济盟主 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我们通通被他拖下水 现在跟这个俄罗斯 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说 红军城是他接下来要 这个死守的 可能是关键的最后几天的时间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呢 现在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这个库斯克 这是俄罗斯的库斯克 跟红军城之间 彼此可能就是有这个 因为如果说他的兵力 现在乌克兰主要是调到 库斯克的话 他的这边 红军城的这个边防 可能就会相对薄弱一些 分析家就讲了 我们看到这个半岛电视台 他们讲说 乌克兰为了库斯克的袭击 而调动了军队过去 导致呢 顿内斯克这边 现在目前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红军城可能很快 就会落入到俄罗斯的手中 那另外呢 法国的媒体也提到了 随着俄罗斯人逼近顿巴斯 其实你看到非常多的 这个在红军城的居民呢 已经开始陆续在撤离了 因为恐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一旦俄罗斯攻进来的话 那再逃时间是来不及的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军事专家讲 俄罗斯正在重新集结 并且加强防御阵地 防卫哪里呢 就是库斯克 他可能这边库斯克 也在加强一些力道 所以乌军呢 反而是在库斯克这边的 手势也放缓了 就是他一方面 加强了库斯克的这个推进 一方面加强了 顿内斯克的推进 所以现在乌军两难呢 因为他的部队全部都 往这个库斯克这边部署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力道过来 他没有办法紧急把他的人 往这个红军城调 这现在是这个乌军的两难局面 也就是这个乌克兰原本计划的 唯未就照 就是我在那边 我打库斯克 我希望吸引你人过来 结果没想到 俄罗斯一开始是没有 没有这样子就去攻这个库斯克 防守库斯克 反而是去攻红军城 当他这边红军城快被拿下来的时候 他准备要调过来的时候 俄罗斯又跑去攻了库斯克 所以看起来这目前的战略上面 好像乌克兰有一点位居下风 那另外我们看看 俄罗斯这一波的深冬即西 俄罗斯在利沃夫这边凌晨空袭 它其实是针对西部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主要的他们的首都基辅 另外一个是利沃夫 开始展开了这个空袭 伤亡人数超过45人 那这一波的空袭其实呢 也让波兰瑟瑟发抖 因为波兰的利沃夫 就是接近波兰的这个利沃夫 其实主要是西方援助的一个交通要地 很多的武器都是主要是 透过波兰进入到了利沃夫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轰炸 也有阻断后援的一个作用性 那就是有点声东即西 泽伦斯基有讲说 所有的伙伴给予乌克兰 更多长城的攻击能力 我们才能够来回应这恐怖的敌人 来防止俄罗斯的恐怖分子 对于乌克兰城市发动这一类的攻击 那其实这两天呢 我们再从战略上来看一下 这几天我们有说到哈尔克夫 这个波塔瓦也都有这个持续的轰炸 换句话说 这个当俄罗斯要拿下红军城的时候 他是展开一整线的 这样的一个攻击推进 让你这边目前的援军是 要到这边也不对 要往这边也不对 所以好像有一点进退维谷的一个局面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呢 美国是不是要继续拱火 因为美国打算要提供乌克兰巡弋 但拉夫罗夫就警告 就是说美国你已经越过 我们设的界限了 泽伦斯基议事到这一点 也在利用这一点 他们应该明白 这是在拿红线开玩笑的 不应该这么做 他们也很清楚 就是不要拿二方的红线来开玩笑 那如果踩上这个红线会怎么样呢 俄罗斯是扬言要动用核武 因为目前他们讲说 你们无视莫斯科的合法安全利益 所以将会调整目前核武的准则 那另外泽伦斯基也不断喊话就说 一定会无限期守住 占领俄国的领土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库斯克那边 那俄罗斯的议员讲说 你现在只是在打鸡血而已 只是为了要给乌克兰军的一些信心 其实你自己很了解 就是透过我们刚刚的分析 他说其实你的前线正在崩溃 你现在只是一个信心的喊话 成分比较高于现实 那再来另外我们看一下 无人机现在也成了一个纠纷 因为很多乌克兰人 用中国大陆制的无人机 在这一场战役上面 那就有俄国的官媒提问了这件事情 那大陆的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讲说 中国大陆其实一直严格管控 无人机的出口 现在目前乌克兰是透过中间商 就其他国家来购买这一个 他们是反对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的 而这个普丁接下来也会跟 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而他先前就是先跟了这个韩正 在这一两天有碰面了 两人也提到说 现在目前二中关期是史上最佳 而且双方的贸易额也冲上了新高 提前实现了两国2000亿美元的 一个贸易额的目标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 现在目前乌克兰最后的 这个关键时刻 对 现在如果红军城陷落的话 那也就表示过去十年俄乌战争 那么整个关 整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就是说对乌军来讲 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就陷落于俄军之手 那整个在现在这个 顿巴士地区的战况 就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因为红军城它是一个 不但是交通要到 它是乌军在这个东线防线上面 这个衔接南北的交通补给线 那这个线如果中间被截断的话 它南北就接不上 南北接不上 而且它那个重重的防御公司 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然后防御公司被突破以后 接下来就是依马平川 乌军可以前面 就可以很快的深入 到地涅博河边 或者甚至继续往西打 所以这个对战局 有关键性的影响 因为重大的战役 通常就是看这个战略要地 是被谁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整个战局就决定了 是非常大 有决定性的关键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 其实普丁的战略定义 与非定力可以说蛮强的 就是说它在俄罗斯本土 被受到攻击的时候 它的打法反而是 加强了对这个东线的攻击 因为它不但没有抽掉重兵 去这个库斯科这个地方 去防守 它反而把更大的兵力 放在同军城 所以这个就是说战争 是在斗志斗谋略的 那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乌军是居了下风 因为库斯科 库斯科拿到以后 事实上的话 我看西方媒体在吹嘘 大概就是1200平方公里 而且一开始 他就说拿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你知道库斯科州 就有29000平方公里 连他的这个 几乎是30分之一 25分之一 这么一块土地 你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运用呢 你现在就变成你手也不是 攻也你不能进去攻 攻的话 因为再往前面走的话 就地形一个平 平产的地形就要面临一个什么 高地 在挡在前面 那就变成仰攻 就不会前面这个 往这个往北突进30公里 好像势如破竹 你后面的难处才要开始 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 甚至可以说是 普丁等于就是说 又敌深入 让你进来 那你连这个小小的 29000平方公里之后 你只拿了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已经搞了三四个礼拜了 你后面还有什么细唱 看不太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 现在是乌克兰继续打库斯科的 好像后劲乏力 然后俄罗斯拿下红军层 已经指日可待 这个战略的转机 不会因为俄军通道 打到库斯科有改变 乌克兰打到库斯科有改变 而绝对会因为 俄军拿到红军层 会有重大的转折 所以现在很多 这样世仇型的国家 已经开始逐渐有一些 和缓的讯号出现了 比方说像是 埃及的总统塞西访问了 土耳其 这也是12年来的首次 现在也是说 跟加萨的冲突有关 他们其实讨论了 开了会议举行了一些 相关的讨论 除了讨论到加萨冲突之外 还包含了 如何来修复两国 长期冻结的关系 两方 埃土两国做了下来 也是蛮历史性的一刻 就让大家想到 其实前一阵子 大陆也是撮合了 哈马斯跟法塔的宣言 以及沙国跟伊朗 也是在断交多年之后 大陆的斡旋之下 来重新建交了 我们看一下 埃尔多安 他其实有讲到 他说现在土耳其 要申请进入到金砖集团 当然对于北约 或者是说对于一些 欧盟来说的话 很惊讶 怎么会突然转向了呢 怎么跑去加入金砖了呢 那埃尔多安是讲说 土耳其应该同时发展 跟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土耳其的加入是有助于 中东各国在金砖机制之下 展开对话 加强合作 有助于提升土耳其 跟中东的影响力 那大陆的外交部消息 就提到了 其实在今年的一月份 像沙国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伊索比亚 也都成为了 现在目前金砖国家的 正式成员 换句话说 这些国家 都已经表达出来 不再相信这个西方 现在所建构出来 好像全球就是 以你为主 以美国为首的 这样的一个霸权制度 反而更愿意走向金砖 金砖是更尊重大家 全球南方 大家都是可以 一起坐下来 一起来讨论 另外呢 美国是不是要 借着以色列来 维持在中东的主导权呢 因为以色列总理 再次强调 这个纳坦雅胡 甚至搞得自己 像是电视主播一样 在那边告诉大家 我不会退出什么 废城走廊 那边比比话话的 那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在他们国内 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那美国直接打脸他吗 美国竟然对外发 发布消息是说 以色列同意会从 废城走廊全面撤兵 双方是不同调的耶 美以竟然是不同调 代表美国现在 也忍受不了以色列了 那你看看 在美国之前 还有一个国家也受不了了 英国 英国宣布 暂停30项武器出口 以色列 引发了各国媒体的关注 说这会不会有一个 骨牌效应 现在BBC也在讲说 外界在关注 欧洲国家是不是会跟进 华尔街日报也讲说 英国禁止 这个部分武器的出口 凸显 其实外交立场 已经转变了 恐怕会有其他国家 英国都这么做了 我们也跟着这么做吧 所以以色列恐怕 还要密切关注我 是不是真的要 失去更多国家 站在那边的援助了 因为现在真的 以色列的做法 已经引发了 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个愤怒 再来看看下一个冲突点 会是南海吗 菲律宾在讲说 过去一周 在南海发现了 200多艘大陆的船舰 相较上一周 增加了40艘 那数量也创下 今年的新高 美国的媒体也有提到 现在中非关系 再度紧张的背景之下 这个现在中方正在展示 船海战术 来应对中非之间 可能会增加的摩擦 那还有这个 美国要向菲律宾 提供40架F16 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讲说 这是刺刀要见红了 这是这个动作 也引发了他们的关注 那另外还有要重建 联合舰队吗 日本海的自舰队编制 即将要大改 他们现在目前编列 1.87兆台币 破了历史的新高纪录 他们要再重建 这样的一个舰队 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动作 福建舰第四次的海事 就在这几天展开来 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 福建舰上面被拍到 在甲板上面的 不是受瞩目的歼31 反而是歼15来担纲 这个起降机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 其实土耳其加入金专国家 这个倒是一个 这个地缘政治上面 很大的一个新的变化 因为土耳其从它这个凯末尔革命开始 它这个第一个走回教世俗化 第二个它尽量的西化 土耳其原来是厄图曼帝国的时候 它的这个疆域包括现在所有的中东国家 还包括一部分东南欧国家 所以它的势力是很大的 那所以它这个凯末尔这个开始革命以后 它这个等于就跟有点像那个彼得大帝一样 这个是西化是它主要方向 那现在它突然回头往东方看 对 这个我觉得是 不只是土耳其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 一次很大重大的转 而是全世界现在权力重心转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 那土耳其事实上的话 过去要成为欧洲的一员 也可以说受尽了屈辱 他要加入欧盟搞了30年 现在他连个正式的入会谈判 都还没有开始 你知道欧盟的入会谈判是非常困难的 二三十个这个章节 从你的这个财政到你的内政 到你的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经济政策外贸政策全部要怎么样 要跟欧盟的水准要怎么样 要这个比照一个过程 很困难的 现在连这个谈判都还没开始 已经过了30年了 所以呢他被这个欧盟 他做这个欧洲人梦 被欧洲人玩弄了30年 所以现在看到东方又兴起 那么他现在又要转向东方 到时候算了不晚了 不晚了 所以土耳其 这个本来现在二段 他就是蛮投机的 那现在他回头 不过这也显示出国际权力 这个重组跟分配 现在西方独大 成为所有这个小国家 一个向往的对象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嗯 嗯